车轮上了 4,3,2,1,0 我们有决定 我们有决定 这是1968年12月24日的平安夜 人类第一次回望自己 这不是日出 是地出 美得像个奇迹 地球的独特恰恰是 唯一已知孕育着生命的星球 四十亿年前 第一个单细胞生物 自温暖的海洋诞生 从这个微小的生命开始 经过了漫长 无声 看似永恒的演化 人类才终于在最后缓缓登场 在这颗星球上 最完美的居处 必须是亲手打造出来的 人类也是 和其他生物一样 它们开始取材自然 改造自然 将泥沙 木头 贝壳 与岩石 打造成自己想要的形状 与模样 古罗马人将火山灰 与石灰 混进岩石碎块 建造了港口与码头 那些用特殊黄土 所筑起的堤防 与海墙 经过两千多年的海浪冲击 至今 依然矗立在海水中 1824年 英国人约瑟艾斯普丁 用石灰石和黏土 烧制成波特兰水泥 由此 水泥进一步稳定 量产 便宜 普及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关键转折 可是人生其实是没有答案 唯一的答案是 我们不停地在追求答案 可是 这个使人生是最有意思的 就是因为你没有答案 一路活下去才有意思啊 台泥的演化故事 正走上了新的历史阶段 一个全神贯注 处理人类文明 与大自然之间 复杂关系的绿色环境工程公司 水泥洋的1300度的热力 是能量转换的力量 循环的再度开始 点燃出循环经济的一道曙光 可是我们的生存 对不起就是有二氧化碳会出来 因为我们不停地把地底的二氧化碳挖出来用 也就是说大自然的二氧化碳越来越增加 这唯一的方法是抓了以后 把它放回去 带着循环经济 绿色永续的全新思维 以一种积极主动的态度 一边解决问题 一边走出了全新的道路 把我们的牌坊放到最低标准 我认为这是我们的责任 而且最重要一点 我觉得这会让台泥可以继续生存下去 台泥找到了 并实现了发展与永续的平衡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泥在努力 人类跟自然环境的复杂关系 只会越来越复杂 也不见得完全可以解决 我们当然会尽量去想这个事情 台泥集团有一条重要的思路正在开拓 企业二方大 我一定要到不同地方看到世界的脉动 我不觉得单一国家的公司 什么是最值得的事 浑然忘了我的事 浑然忘了我的事 只得我们穷一辈子去追求的事 你永远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把人放为第一 其实不用水泥 你可以把它换成任何一个字 我答案都是一个答案 生命 在北方有一个地方 有一座岩石 这座岩石高一百里 宽一百里 有一只小鸟每隔一千年 到这里磨一次它的嘴绘 当这座岩石被灼光的时候 永恒的岁月便过了一天